那么子宫内膜厚度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 它在变化过程中 所以说没有一个正常的厚度 那么对于刚刚月经过去的时候 内膜是最薄的 因为正常的时候 我们子宫内膜有一个就是周期性的剥脱 所以这就是我们什么叫月经 就是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剥脱 那么内膜剥脱完之后 它的内膜是最薄的 一般就是0.2到0.3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月经周期往后进展到排卵期 进展到黄体期 它的子宫内膜会变得越来越厚 那么一般我们平均就在1.0到1.5公分之间 如果你超过1.5公分 我们往往提示内膜厚 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是 说是什么哪一个值来界定它 叫内膜厚内膜薄 因为在月经的刚过去的月经刚干净 和月经的中期已经快来月经前 它的内膜正常的厚度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过完月经是内膜是最薄的 那么月经前应该是内膜是最厚的 所以说如果判定一个人内膜的薄厚 我们是要根据月经周期来说的 如果我们想了解公腔里头有没有长东西 比如说子宫内膜吸肉 子宫内膜矮也会内膜增厚 那么我们往往在月经刚干净的时候做超生 来判定它月经子宫内膜的厚度 来了解一下它是否有子宫内膜的病变 那么还有一种子宫内膜的厚度 就太薄的话它影响妊娠 你比如说在排卵期 你内膜特别薄 小于0.8的话 它就不容易妊娠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判定 它是否影响这个就是妊娠 但不是说你内膜0.8就不能怀孕 只是内膜小于0.8 它怀孕的几率会减少 一般在月经刚过去的时候 我们内膜就是0.3到0.5个公分 那么在排卵期一般就是1公分左右